健保資源具有福利性質 我想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台灣健保的虧損 大家應該也很清楚吧 為什麼要通過二代補充保費 就是因為健保快倒了 那你現在 又要讓中國學生 來享用我們的健保資源 到時候肯定會發生 假就學真就醫的情況 到時候很快的 我們的健保 台灣人民必須要付出更多的保費 來支撐健保 這是大家所樂見的嗎 那大家有同意 非常的清楚 我們看到很多的謬論 很多的謬論說全額自費 全額自負 這是你欺騙台灣人民啊 當他具有台灣健保的身份 他一旦納入台灣的健保 他就已經享受了台灣人民納稅前所建構出來的台灣健保的體制 台灣人民 他就要併囤台灣啊 中國要併囤台灣 中國是敵國 我們甚至於很多台灣人民都強烈的懷疑這些中國學生 是不是背負著統政任務而來到台灣 經過共產黨的篩選 你現在竟然要補貼他台灣 要把他納入台灣健保 這是多種荒謬的事啊 那我的 envoy 就把我們 坐上 你們完全自然 我們走在一起 我們坐在一起